Flexy音箱 Flexy可能是Marshall历史上 也可能是妖怪历史上最重要的颜色 Flexy的经历毋庸置疑 但对大部分玩家来说 在家里谈Flexy类型的音响是非常不现实的 老师Marshall的音量非常大 轻易的达到100分倍以上 时针饱满的状态下 音量可以达到120分倍以上 足以瞬间破坏临理关系 即便你有地下室或者独栋别墅 音量可以随意开 你也不可能长时间的暴露在这样巨大的音量下 因为它对你听力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 那有什么既经济又生意环保的办法 来获得Plexy类型的音色呢 一个Plexy类型的单块 就是非常可行的方案了 Jawana出品的丁四Plexy Drive 就是对Plexy音色非常要诚意的一次致敬 通常Plexy音箱都有四个输入 两个Normal输入是给Base用 两个Bright是给吉他用 而作为一个吉他单块 是完全没有必要设计上那么多的input的 丁四直接减为一个吉他输入 并模拟了两个通道用一个短线桥节的状态 这时你就可以像在真正的Plexy音箱上一样 通过Normal和Bright这两个扭来调整两个通道的比例 保留了Plexy音箱这个核心的玩法 只是只需要进入任何吉他音箱的轻硬通道 就可以轻易的获得Plexy Drive的音色了 下面我用同样的参数 进入到不同音箱的轻硬通道 给大家做一组演示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虽然说音色的声音其实很大部分被宿主音箱决定了 并且又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箱体和喇叭决定的 但是并不妨碍丁四给这些音箱加上一层Plexi的方位 并且这一切都是在音乐可控的前提下非常实用 今次还配备了一个独立的Boost通道 我们都知道 过载推马勺 法力大无边 下面就让我来做一个裸听演示 接下来的事情 我将使用这套UR5W全管小箱头 加UA负载的配置 UR2的这个音箱轻音非常自然 运缘小 是我目前最佳的单块平台之一 UA负载上使用的是绿背喇叭的Marshall 412相体模拟 以保证最终音色能有个正确的Marshall 412 以供大家参考 当game不大时 音色尽不清明 这点就是了原音箱的精确模拟 当用于台时 声音开始产生自然的破音 这点也与真实音箱非常像 当把Normal通道的Gain开大 声音会很肥 这也是真实的Plexi音响的反应 如果把NormalGain关完 只听Bright通道的声音 响应的 我把Bright通道的Gain关完 只听Normal通道的声音 并将吉他切换的更大了几条声劲 这音色非常Plexi 我们还可以任意调配 两个通道Gain的比例 Plexi迷人的过载音色 我们在钉四上 也是可以轻易获得的 Again在调大点 过渡也是非常一次 来 我进一步把Gain开大 这种呼呼的感觉 也是Plexi音色的一部分 当然也可以把NormalGain调一下 来会更清晰的音色 好 上推子 这是一个TS风格的推子 所以比较万经济的调法 就是把Drive关完 把Level开完 通过这两段均衡 还可以对一次做更深度的整形 这就已经很猛了 来 换把双线圈的琴 参数没变 直接开炉 哇 不可思议的声音太爽了 這個BOOST通道是可以同意使用的 有三種削波模式 中間這檔壓縮感更小 最下面這檔壓縮感最大 音量也相對更小 可以用LEVEL來做個補償 對這檔壓縮感最大 沒有聽過 节目的最后我做一个总结 这的确是一个Plexi in a box的单块 细节的精确程度 让我这个月宽无数的老胖也感到吃惊 至少我自己是没有玩到过 模仿的如此到位的Plexi风味的施针块 同时Boost模块的加入 也让这个块的音色范围超越了Plexi的范畴 你甚至可以用它来演奏那些现代风格的音乐 音色范围真的是大的惊人 如果你一直苦以市面上所谓的音色施针主流单块上 找不到正确的马骚位 那我强烈建议你试试这块 Joanna的钉色Plexi Drive 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 当然音色是很主观的东西 本视频所有的内容仅供参考 请大家以实际体验为准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三连 本BGM使用的是Joanna的钉色Plexi Drive为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